大家好 很多话要养长寿花都非常烦恼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土养容易产生板结 因为长寿花它的根系是比较弱的 土养稍微有点板结 不透水不透气 就很容易烂根 这样的话就别想把这个长寿花养好 所以我们想要改善这种问题 我们只需要经常给它使用一种水就可以了 这种水就是这种椰母原路 因为这种椰母原路 它里面主要含的是一些有育菌群 那么这些有育菌群可以分解土养中的有机制 让这个土养变得疏松透气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养长寿花 哪怕三年五年都不用给它换土都没有关系 因为有这些有育菌群的作用下 这个土养就不会容易产生板结 如果平时我们追肥再结合一些农家肥 比如说像这种发酵好的干羊分 因为这种干羊分它里面的有机制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大概20天给它追溯一次 浅埋到这个土养的旁边 这样结合这种椰母原路来使用 三年五年不给它换盆 是完全没有 影响的 因为这个土养疏松透气了 长寿花的根系 自然生长的旺盛 我们使用这种椰母原路 方法很简单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 每次浇水或者是坚持15天 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 这种椰母原路不单可以改良土养 让这个土养三五年都不用换土 还可以拿来给它喷湿叶片 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提高它的抗性 让这个叶片长得更加的肥厚 翠绿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长寿花生长了 就会变得更加的旺盛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跳 Seven